第三千零九章天玉密室 即万千力量于一身 柳无邪汇聚成这巅峰一剑 天地崩塌越来越快 方圆几十万里 陷入混沌之中 黑暗飓风消失 取而代之是万籁聚集 连众人的呼吸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乐置住了 无法喘气 裁决剑化为一道金光 一闪而逝 崩 寂静的世界 爆发出一阵暴鸣 随之而来是山河塌陷 日月无光 天地沉沦 这是超越仙界的一剑 整个仙界都在晃动 承受不住这一剑的冲击 处于风暴中心的风雷子 亲眼目睹自己的身体 一点点被蒸发掉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已经超出他的认知 超出他承受的范围 弄插 肉身炸开 化为无尽风雷神力 穿梭于苍穹之上 吞天神鼎毫无征兆地出现 将风雷子的肉身 吞噬得一前二进 之前炼化了赵白 炼化再多的低级虚神境 只能增加太荒世界中的法则 却无法帮助他提升修为 这些虚神法则 却能帮助天道会大部分成员 提升到炼神境 风雷子死亡的那一刻 曹振宗犹如丧家之犬 朝远处仓皇逃去 黑子迅速追上去 却被柳无邪叫住 不要追了 不是柳无邪不想杀了曹振宗 刚才那一件 几乎抽干了他体内的所有欲神器 黑子一旦离开 剩下那些天欲修饰 必定趁机对他发难 他现在需要黑子替自己护法 以防其他人偷袭 天地渐渐恢复 裂开的缝隙 正在慢慢愈合 搜 柳无邪来到了原家大殿 原封男立即为他安排了一间密室 方便柳无邪调席 修炼适中 气流涌动 呼 一口鲜血从柳无邪口中喷出 强行施展绝情斩 对肉身造成极强的反噬 加上仙界注入近来的力量逐渐退去 那种酸痛感 让柳无邪恨不能立即死去 抹去嘴角的血迹 开始整理风雷子的储物戒指 好多的神经 映入眼帘的是大量神经 多达上千块 看来这个风雷子 在天狱地位很高 将神经收入自己的储物戒指 又从风雷子的储物戒指里面 找到一部分神丹 这是什么丹药 其中一个瓷瓶里面 装着的丹药极其古怪 竟然是三角形 丹药大部分都是圆形 三角形的丹药柳无邪 绝对是第一次见到 不清楚这枚丹药的来历 柳无邪不敢轻易尝试 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将那些普通神丹 一股脑的丢入口中 借助神丹 体内的伤势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修复 只用了不到一天时间 身体基本无碍 无邪 你这么快就要离开 身体修复后 柳无邪直接找到原封男 如今危险解除 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我还有其他事情 就不多耽搁了 柳无邪说完 朝原封男举了一躬 随后化为一道流星 消失在天际 回到天道会后 立即将有潜力的高层召集起来 足足上百人 每个人都是柳无邪一手培养起来的 除了那些年轻一辈 老一辈也有不少 包括他的父母 岳父岳母 还有柳轩跟柳星 都在其中 接下来我会将恋神法则 注入到你们的体内 能吸收多少 全靠你们的造化了 柳无邪目光横扫一圈 对着众人说道 只要将他们武装起来 以后面对其他恋神境 无需自己出手 他们就能解决了 每个人摩拳擦掌 尤其是乔边 韩飞子 还有苗剑英 古裕 孙孝他们 迫不及待想要提升实力 早日跟柳兄并肩作战 大哥 快点吧 我等不及了 松林那肥嘟嘟的身体 就坐在柳无邪不远处 一副催促的语气 慕容仪 陈若嫣 简姓二 范雅 朱宇 白灵他们 静静地坐在一旁 大手一招 吞天神顶 漂浮在众人上空 翁 大量的液体 从吞天神顶中倾泻而出 这些液体都经过提纯 并不担心会撑爆他们的身体 弄插 弄插 融入恋神法则后 韩非子 乔边他们纷纷迎来突破 他们的天赋本就不低 只是飞升仙界较晚 安排好了之后 柳无邪离开修炼室 接下来就要靠他们自己了 天道会还在紧张地忙碌着 因为高层闭关 一些大小事物 只能由柳无邪来处理 少主 外面有个自称灵图明的天狱修士找您 大殿外面 走进来一名天道会成员 一脸恭敬地说道 天狱修士找我 柳无邪醋了醋眉 这段时间 没少跟天狱修士打交道 个个嚣张跋扈 悟空一切 这个灵图明又是谁 难道也是上门找麻烦的 他说没有恶意 只是想要跟少主做个朋友 走进来的天道会 弟子在此说道 请他进来吧 沉吟了一下 柳无邪决定还是见见这个灵图明 想要知道他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 如果也是谋划仙界 那就休怪他不客气 等了约莫战场时间 一名身穿白衣的年轻男子 出现在大殿之中 见过柳兄 灵图明进来后 非常的客气 朝柳无邪抱拳行礼 见过灵兄 不知灵兄找我所为何事 柳无邪连忙邀请他坐下 从模样还是气质上来看 这个灵图明身份不凡 不论是谈吐 还是表情 极其的儒雅 不像是之前遇到的那些天狱修士 眼眸中充满着暴力之气 我刚到仙界不久 就听闻太多关于柳兄的传奇 好奇心驱使之下 就冒昧前来 希望没有冒犯到柳兄 灵图明坐下后 语气非常的柔和 同样都是虚神镜 从灵图明身上 看不到一丝骄纵之气 灵兄能前来做客 我欢迎还来不及 怎么会怪罪 柳无邪打了一个哈哈 对方没有恶意 自己自然不会拒人千里之外 多结交一个朋友 肯定要胜过得罪一个敌人 接下来的谈话 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偶尔会传来一些笑声 从谈话中 柳无邪清楚了灵图明的来历 他来自玲珑书院 乃下三玉一个超级宗门 地位极高 柳兄 有个问题我一直好奇 以你的天赋 为何一直没有收到天玉接引 灵图明突然转移了话题 朝柳无邪问道 灵兄 这天玉接引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谁发起的 又是谁制定的规则 柳无邪并未提及 自己的封神之路已经被关闭 而是借助这个问题 朝灵图明反问道 自己封神之路关闭的事情 暂且不宜泄露出去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你对天玉的事情了解多少 灵图明好奇地打亮柳无邪 了解不多 你也知道 搜刮的记忆并不是很完善 知道的消息极其有限 柳无邪耸了耸肩 虽然他斩杀了赵白 还有一些炼神境 但他们的修为 注定他们触及不到太多的东西 天玉接引分为两种 一种是封神阁认定的 另外一种是当年曾踏足过 封神之路的人 方可接到天玉接引 灵图明知道柳无邪 没有撒谎欺骗自己 将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 封神阁认定的 柳无邪暗自吃惊 佛子告诉他 当年踏足过封神之路的人 都能收到天玉接引 项叶红一 白汉武 他们的先祖 曾在封神阁当过叉 他们的后人 收到天玉接引 倒也能理解 但封神阁认定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恩 如今天玉 大部分事物都是由封神阁统一管理 其他宗门 都要听从封神阁的 灵图明说完 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 按理说 他不应该跟柳无邪说这些的 只是话敢话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不说的话 显得见外 你的意思 封神阁已经一统天玉了 柳无邪皱了皱眉 从灵图明的言语中不难听出 封神阁已经统治了整个天玉 大部分宗门 表面上听从封神阁的调配 但是私底下一样偷偷发展 封神阁霸占了大批资源 导致其他宗门很难发展 最近几万年 封神阁已经大步如前 如今天玉风云并起 各路强者 争相逐路 大有改变天下大事的局面 灵图明侃侃而谈 柳无邪则是细细聆听 无论灵图明说的是真还是假 柳无邪都会仔细考虑 这里面肯定有真话 但也有假话 就看柳无邪如何去分辨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柳无邪没有在封神阁这个话题 继续纠缠下去 仙界同样如此 崔家想要一统三千世界 天子联盟想要一统仙界 他们的野心 跟封神阁如出一彻 只是灵图明告诉自己这些 到底是什么目的 实不相瞒 我想邀请柳兄 加入我们玲珑书院 灵图明终于说出正题 他说了这么多 只是想要招揽柳无邪 其中很多资讯 都是隐秘的 连风雷子他们都不知道 我没有收到天玉接引 如何加入你们玲珑书院 柳无邪早就猜到 灵图明不会无缘无故地找到自己 原来是拉拢自己加入玲珑书院 这个你不用担心 等我回去后 会跟高层申请 让他们讨要一个天玉接引便是 灵图明示意柳无邪不用担心 只要他答应加入玲珑书院即可 其他的交给他来办 第3010章神破三重 灵图明既然来找柳无邪了 肯定想好了对策 柳无邪没有直接答复 而是陷入沉思 他对灵图明的了解 以及对玲珑书院的了解 几乎是一片空白 不能仅凭他的一番话 就贸然答应 柳兄是不是还有其他顾忌 见柳无邪不说话 灵图明再次开口道 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 暂时我还不打算离开仙界 柳无邪抬起头 看来已经做好了某种决定 这时候离开仙界 对仙界而言 那是残酷的 谁来守护天道会 谁来守护仙界 灵图明显然也看出柳无邪的担心 如今天玉修饰进入仙界的越来越多 迟早有一天 仙界会沦为天玉殖民地 修饰沦为努力 任由天玉修饰宰割 柳兄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只有天玉才能让你更快地成长起来 留在仙界 只会限制你的发展 灵图明与众心长帝说道 柳无邪的天赋 人尽皆知 短短几年时间 超越了无数老古董 放到天玉 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剥削灵兄的好意 我意已决 柳无邪知道灵图明是好意 但让他放弃家人 放弃朋友 独自去天玉发展 他做不到 灵图明虽然没说 但是言语中已经透露出来 仙界迟早会沦陷 何必为了那些普通人 而葬送自己的前程 修炼到他们这种境界 早已摒弃七情六欲 到了仙界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 我就住在沧海城 今天的承诺随时有效 灵图明让柳无邪 好好斟酌一番 不要着急拒绝 接下来谈话比较轻松了 大多都是关于天玉的一些事情 灵图明倒也没有隐瞒 天玉的一些势力划分 包括宗门整体实力 以及神将修为达到何种程度 都一一做了介绍 柳无邪逐字逐句地记在心里 这些资讯对他来说非常关键 灵兄 你认识这枚丹药吗 柳无邪说完 拿出从风雷子除雾戒指中 获得的那枚三角形丹药 放到灵图明面前 这是天神殿独门炼制之法 如今只有寥寥几人掌握 你应该是从风雷子手里获得的吧 灵图明仅仅看了一眼 就猜到这枚丹药的来历 天神殿 柳无邪眼眸一缩 太荒世界中的天神碑 是否跟天神殿存在一丝关联 天神殿地位仅次于风神阁 论古老程度 天神殿远远高于风神阁 但最近几十万年 天神殿发展并不好 已经被风神阁远远甩开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斩杀天神殿弟子 如果踏上天狱 必然寸步难行 灵图明并没有看到柳无邪眼眸中的变化 继续侃侃而谈 依旧在拉拢柳无邪 如果加入玲珑书院 又令当别论了 毕竟玲珑书院也是超一柳宗门 柳无邪心里泛起了滔天巨浪 天神殿 风神阁 到底天狱当年发生了什么 太荒世界中的天神碑 以及上面雕刻的那些名字 跟记忆中出现的天神君 他们之间必定存在某种联系 只是他还不知道而已 灵兄知道天神君吗 柳无邪再次问道 风雷子已经被他杀死了 后悔已然无用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实在不行 再选择玲珑书院也不迟 没听过 你问的这些都是秘星 我地位太低 根本触碰不到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资讯 可以前往天狱 运气好的话 还能前往中天狱 也许能打探到 你想要的这些资讯 灵图明苦笑一生 他不过玲珑书院普通弟子 运气比较好 接触了一些东西 换做其他普通弟子 根本回答不上来 柳无邪点了点头 看似灵图明乃天狱修士 但天狱分为上三狱 中三狱 下三狱 彼此之间存在联系 但中间也存在极大的鸿沟 既然灵图明不知道 柳无邪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这枚丹药 我该如何吞服 话题又回到了丹药上面 他叫火龙丹 采集火龙之血炼制而成 虚神静以下吞服 可以无条件提升衣众修为 灵图明端详一番后 朝着柳无邪说道 火龙丹极其珍贵 纵然是天神殿弟子 也并非人人都有资得享用 风雷子花费了无数资源 才换到了一枚 还没来得及吞服恋化 就被柳无邪杀死了 拨谢灵兄为我解惑 我已经准备好了酒宴 灵兄请 柳无邪站起来 做出请的姿势 不管怎么说 静月跟灵图明一番谈话 让他收获太多了 席间 两人相谈甚欢 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直到黄昏时分 灵图明这才站起来 离开了天道会 送走灵图明 柳无邪回到大殿中 灵图明的一番话 让他意识到强烈危机 自己斩杀了凶虎堂弟子 又得罪了乌海宗 更是斩杀天神殿风雷子 短短几个月 同时得罪了三大宗门 就算他现在踏足天狱 估计也寸步难行 这些宗门必然对他展开疯狂的追杀 且不说面对神将境 纵然是普通虚神境 也能杀了他 在仙界 他能斩杀虚神境 靠的是天神碑中的诸神之力 跟仙界反补回来的力量 到了天狱 那就未必了 天狱法则跟仙界完全不同 需要他重新适应 唯一的好消息 收获了这枚火龙丹 可以无条件帮助他提升医众修为 将天道会事情安排妥当后 柳无邪踏入修炼室 一口将火龙丹吞服下去 一股燥热之气瞬间席卷周身 好恐怖的药效 柳无邪暗暗吃惊 没想到同样都是丹药 三角形的丹药 药效更为猛烈 火龙之气瞬间唤醒柳无邪体内的神龙血脉 神魔九遍自己运转 疯狂吞噬火龙丹中的能量 太荒世界分层之后 好笑没有之前那么强烈 但里面储存的玉神气 竟要比之前更为强横 跟分层应该也有一定的关系 气势节节攀升 眨眼间的功夫 就翘开了神破三重大门 火龙丹的能量横冲直撞 体内的翘血正在不断拓宽 精气神飞速攀升 只用了一天功夫 柳无邪就完成了突破 斩杀风雷子之后 天玉那些修饰 确实收敛了很多 日子一天天过去 天道会高层 陆陆续续出关 闭关的这段时间 柳无邪耗费了五百枚神经 修炼室中更是度过了 几十万年之久 连最懒的松灵 都成功突破到炼神境 提升最快竟然是白灵 他体内九尾狐血脉 终于显露出来 远超常人 如今的天道会 当之无愧成为 仙界第一大宗门 柳兄 最近天象越来越不正常 可能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柳无邪跟韩非子相视而坐 今天柳无邪闲来无事 就跑过来跟韩非子喝茶 能看出点什么吗 柳无邪醋了醋眉 韩非子的话他深信不疑 拜员临为师后 韩非子的神算术 土飞猛进 甚至清出于蓝胜于蓝 再给我几天时间 应该能看出一些苗头 韩非子目光从天穷上收回来 语气中透着一丝拧重 两人聊了很多 为了不耽误韩非子推算 柳无邪离开了风陵院 吴旺诚 最近聚集的修饰 越来越多 就在前几日 天书传来猛烈晃动 导致整个仙界 崩裂了好几处山脉 吴邪 根据吴旺诚那边传回来的消息 天狱似乎有人强行撕开天书 闯入仙界 慕天离将传回来的消息 一一汇报给柳无邪 暂且不用担心 超出虚神竟闯入天书 必死无疑 跟灵图明之间的谈话 基本清楚了天书的奥秘 天书竟然乃天神殿打造 慕天离点了点头 菊生退了出去 所有人都知道 超越虚神无法抵达仙界 但每个人心里都不踏实 最近几日 仙界天空阴晴不定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顷刻之间就倾盆大雨 各大宗门 都在拼了命地提升整体实力 李祥鹏他们虽然老实了很多 依旧在悄悄地掠夺仙界资源 李师兄 这么久了 凶虎堂的高手 怎么还没到 一座软店中 乌海宗弟子聚集在一起 这是他们霸占的第二座宗门了 宗门中的财富 早已被他们搜刮一空 应该就在这一两日 李祥鹏看向天穷 意味深长地说道 最近天象越来越乱 意味着有人在搅局 趁着混乱之际 闯入仙界 最近憋屈死了 不能出去肆无忌惮地搜刮 仙界漂亮的女子 都在天道会 要是能斩杀柳无邪 她的几位貌美如花的妻子 只能沦为我们的玩物了 乌海宗弟子说完 发出阵阵淫晦的笑声 又是两天过去 仙界突然吓起了拳头大的冰雹 极其的诡异 弄插 苍穹闪过一道闪电 剧烈的轰鸣声 惊动了所有羞逝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闪电 竟然将天空撕开了 一道人影 从闪电中迅速掠出 直奔仙界而来 终于来了吗 李祥鹏从大殿中走出来 看向苍穹嘴角浮现一抹残酷的笑意 此刻封灵院 韩飞子喷出一口鲜血 终于推算出来了 速速传令下去 开启最强防御 韩飞子以命令的形式 下达了自己的命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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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捷律